大家好,我是學長 歡迎來到硬派Q&A第31集 那我們今天跟大家聊一個網友提問 這網友就問說 學長學長,你在很多影片裡面有提到Body啊 有提到口感啊 那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感覺 或是它是一個什麼樣的味道 為什麼一直要提這個東西 其實所謂的Body或是口感呢 它就是一種類似 我們以前比較用的語言叫做咖啡的醇厚度 或者是說你喝起來的時候呢 含在嘴巴裡面的時候 你感覺到那個咖啡它是很輕薄的還是很厚實的 我們稱之為Body 或是叫做口感 也有人叫做油脂感 但油脂感並不完全等於Body 有點類似的概念 那我覺得這個東西呢 最重要的還不是定義 而是說各位的想像 我們來做一個簡單的想像 如果你在你喝咖啡的時候呢 你覺得這個咖啡含在嘴唇裡面的時候 覺得很清爽 然後推延下去的時候呢 不會有太多的東西 黏附在你的舌面上 口腔裡面感覺還是清爽乾淨的 有點像是喝汽水 喝完以後呢 汽水的東西呢 可能只留一點點香味 但你的舌面上呢 並不會成了太多東西呢 我們就可以判斷說 這杯咖啡呢 它是Body比較少 或者是它的口感比較清爽 就是往這個方向 那另外一個方向呢 就是你想像一下 你喝牛奶 全脂牛奶 你喝下去的時候會覺得說 除了香氣之外 你的舌面上 會有一層薄薄的東西 黏附在你的舌面上 甚至它有點厚重 有點油油的這樣 就像鮮奶 吞添下去的時候 在舌面上的感覺 那這種東西呢 我們就會稱之為 Body多 或是叫做口感比較厚重 或是油脂感比較多 這是往那個方向走 所以呢 其實呢 咖啡除了濃淡之外 它又有很重要的一個部分 它是關於它的油脂感 或是它的口感的部分 就是如果你口感 稍微比較多的情況之下 你喝到嘴巴裡面的時候 你會覺得好像很豐郁 喝起來好像很有重量感 很扎實 在冬天喝的時候呢 Body多一點的咖啡呢 會給你帶來一點幸福的感覺 就不會太清爽 換句話說呢 如果你今天喝下去的口感 感覺起來比較輕薄 推延下去的時候呢 舌面沒有什麼殘留 沒有什麼負擔 那對你的口腔呢 就會感覺到一種清爽的感覺 那就是所謂的Body少 口感少 就很適合在夏天飲用 因為夏天的時候 我們都希望我們的口腔很清爽 很乾淨嘛 所以呢 無論是Body多 或Body少 口感重 或口感薄 其實呢 都並不代表咖啡好與壞 而它是一種味覺上面的 不同的享受 那最好的方法呢 就是 如果你可以控制你的Body 就是學長說這麼多手法嘛 它有些是 口感比較厚重 有些比較薄 如果你可以自由的控制一下 你想要的口感的多寡 你就可以在 適當的時候去調節 譬如說夏天 我就說做薄一點 冬天的時候呢 我就給做厚實一點 或今天覺得 想要多一點幸福感的時候 做厚實一點 這都是可以做調節的 如果你可以有效的去控制 你的口感多寡的話呢 其實也是 對於你咖啡的功力 也是一大提升囉 OK 好 那希望各位呢 都能夠多多去體會一下 所謂的Body 所謂的口感 對你的咖啡會帶來 什麼樣的效果囉 OK 好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到此結束 我們下次見 拜拜